先来看到中华职棒联盟在今天是进行了新春团败 今年的终止就要迈入第25个年头了 联盟也将这个球季设定为回馈感谢球迷的一年 并且预定每个月都要举办大型的球迷活动 没有全国球迷朋友的支持 我们不可能走到今天 所以我们25周年呢 我们是把它定位为回馈感谢球迷朋友的一年 我们今年呢是预备每个月 我们都会有回馈球迷的大活动 类似嘉年华的活动 那么以这种方式来谢谢我们的球迷朋友 当然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 那就是我们终止制度的全面的审视 目前它的纲要和精神面呢 大致已经完成了 那接下来就是必须跟球团们还有工会的意见的交换 那我们希望能够最快了能够在年底前 能够完成这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中华职棒今天新春团拜 会长黄振台和四支球队的领队全输到齐 准备以回馈感谢球迷的心情 迎接3月22号开打的新球季 同时黄振台也宣示 今年将全面审视终止的规章制度 希望在年底前完成这个重要的工作